全面升级,胡人承诺让詹姆斯兴奋,骑士打法彻底抛弃詹姆斯,离开骑士加盟胡人后,魔术师怎样围绕詹黄打造一只争冠之师备受关注,日前美媒ESPN分析了胡人未来的计划,并称魔术师将围绕詹姆斯打造全新夺冠阵容,而这一思路将和骑士完全不同,詹姆斯骑士时期的打法将彻底被抛弃, 詹姆斯骑士2.0时期,球队主要的舰队思路,就是招募大量三分射手,然而这些投手虽然射数精湛,功能却非常单一,他们没有3D球员的属性,指挥投篮的局限性很容易被暴露,一旦遇上勇士等超级强队,骑士整体运转就会陷入停滞,上个赛季,在欧文出走后,骑士队内缺乏攻击尖兵,詹姆斯以人创造机会的打法, 异常艰难,而在整个赛季中,骑士防守问题充斥着整个常规赛,偶尔的昙花一现,注定他们总决赛的失败,胡人生涯将是詹姆斯打破骑士尴尬的破局之道, 从魔术师最近几笔引员,可亏球队未来计划,是第分森,龙多这些球员投篮或许是软肋,然而他们强硬的防守心态,以及支配球的能力,都将给詹姆斯带来全新的改变, 当詹姆斯不需要在支配球方面耗费过多精力时,他就能得到解放去篮下攻击,低位进攻,这样的打法无疑会让他的效率提升好几个档次, 而且除了龙多、史蒂芬森外,胡人还有球哥、英格拉姆等实力不错的年轻球员, 他们在支配球能力合防,守能力方面已经展现了不错的天赋,胡人目前阵容的防守能力无庸置疑,唯一需要担忧的是进攻, 现在球队唯有波普能够在外线提供稳定的输出,而在攻坚方面把握性强的,也只有詹姆斯一人,当然,这个问题或许也不是问题, 詹姆斯和胡人签订四年长于那一刻起,就透露了愿意等待的信号, 胡人目前已经瞭准了球星,只要时机成熟,全明星巨头自然会引进对中, 坦白来讲,莱昂纳德是胡人最好的选择,然而合同在身的马次方面不会轻易放人, 所以对于胡人而言,最好的选择是再等待一年,詹姆斯的耐心让胡人安心, 胡人的承诺也让詹姆看到了希望,未来紫金的夺冠阵容值得期待, 叶国星,大先生、不必会有所值得期待, 叶国天格尼人楽 insects渡量社船 pam来报道费的母両和官司 Cole文生火ler、